最近关于PS5 Pro的消息满天飞 好像就只有索尼不知道了 以下是我整理的信息都不是来自官方算是一种预测 首先PS5 Pro预计今年2024年末上市 今年11月前后应该会有消息 价格估计保持不变 还是499美元 人民币3500左右 CPU架构不变 但频率从3.5G提升到4.4G赫兹 内存还是16G 但是带宽从14G提升到了18Gbps 响卡架构从RDNA2升级到了RDNA3 从以前的36CU增加到60CU GPU处理能力从以前10个T提高到了28个T 响卡这个部分的传统光栓性能应该会翻倍 和AMD的7800XT响卡相当 这性能这价格值得买吗 今年是PS5上市的第四年 已经来到了这个世代的中期 下半场交给PS5 Pro 游戏的画面效果会越来越好 比如GTA6 比上半场的对马岛战神5蜘蛛侠画面都有大幅度提升 另外绝大部分老游戏都可以通过补定升级 让游戏支持4K60高保真 以前都是4K30高保真 从游戏画面效果帧率这方面来看 PS5 Pro是很值得买的 但是如果PS5 Pro发布之后 老板的PS5 Slim还要继续卖 并且官方降价到2500 实际上2000以内就可以买到 如果这样的话 估计PS5 Pro的销量不一定好 我们可以参考上个世代 PS4 Pro的总销量占比不到PS4的15% 这是因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买个PS5的基础款就可以了 毕竟价格便宜 卖得越便宜 门槛越低 买的人就越多 买的人越多 游戏和会员卖的就越多 我看新闻说 最近索尼PS硬件利润还不错 但是游戏软件和会员的利润却很少 所以我估计PS5的基础款还会继续卖 最后一个问题 我有PS5还会买PS5 Pro吗 对于我来说我一定会买 因为我做节目需要 但如果是普通玩家 估计有一部分玩家会升级到PS5 Pro 估计大部分玩家不会为了多那个30帧 而重新买个豪华版机器 毕竟PS4它就是30帧的 任天堂Switch也算是30帧的机器 卖的都挺好的 在PS5 Pro发布之前 我们都知道PS5的各个方面都很好 就差个4K60 如果这方面补齐了 那就完美了 但是你想买和你真掏钱买是两回事 所以你会买PS5 Pro吗